和香港家庭一样 新疆家庭在对待宝宝的饮食上也有分歧 只不过这份分歧 是来自姥姥姥爷与鼓励小两口之间 也正是因为担心小两口照顾不好夏克冉 姥姥姥爷不远千里从乌鲁木齐来到皮山 而且一进门 两位老人就觉得夏克冉消瘦了许多 夏克冉的好像是清了 好像是小亮的感觉 对于姥姥姥爷的指责 妈妈鼓励很是不以为然 你们还不知道我妈妈就 哎呦咋瘦了 就是我妈的代言词现在 现在这些人鉴定娃娃一个孩子健不健康 就要看她的胖瘦 你说这现在的大人胖的病多吗 瘦的病多 肯定是胖的呗 对吧 从小培养别这样 不管妈妈怎么解释 在姥姥姥爷看来 在夏克冉离开他们这三十多天里 吃了不少苦 减了不少分量 两个老人还特意要亲自量一量 这样坐着 让她转过去坐 来 来 来 去看 坐到上面看一下 8公斤半 这天气里面还胖3公斤 3公斤有多 300克 在温基数8.3 8.2 200克也就这么一点点 哦 不不 那个再给她量一下身高 量一下身高 还是71 在温基的时候也是71 夏克冉离就没长 也没长 也没胖 还是在那边的时候一模一样的 这样不行呀 对于测量结果 姥姥姥爷有点失望 显然他们更愿意看到 长高一点 长胖一点的小外孙 所以尽管夏克冉的体重没有减轻 两位老人还是决定 要给夏克冉好好补一补 我们出去给夏克冉买好一点新鲜一点的羊肉 冰箱里面也有 但是它全部是冻 买好点羊肉再买好点蔬菜 回来一会儿给夏克冉再包一点饺子 上午的时光很快过去了 又到了夏克冉午睡的时候 安顿好小宝贝 鼓励也回家了 尽管冰箱里的东西很多 姥姥姥爷还是执意要去买最新鲜的食材 为他们的宝贝孙女做腐蚀 趁着鼓励在家 他们匆匆出门了 开车走出了半个多小时 才到达菜市场 你好夏克冉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夏克冉 夏克冉小朋友你好 又到达菜市场 好像青的汤 它现在质颓梦 对于姥姥姥爷来说 恨不能把市场上所有好吃的东西 都给宝贝孙女搬回家 看到大包小包提回家的姥姥姥爷 谷丽知道他们又要给夏克冉做大餐了 谷丽并不赞同姥姥姥爷的增肥计划 但是她也不想让两位老人的好意无处释放 哎呀你们俩真是的 我们一出去以后一会儿就把夏克冉就这样子 咋样子又没把他虐待 虐待了 你看爷爷奶奶不在了吧 不送你说你 夏克冉就 以后看下爸爸以后看下妈妈说的 哎呦不让我说 不让我说他爸爸和妈妈 不让我说妈 姑娘你看 简单地吃一口市场买回来的熟食 姥姥姥爷便轮番开始了紧张的忙碌 一个带着宝贝外孙女 另一个负责为夏克冉做腐食 我切太大肯定没想 她咋吃啊 皮肤有点糊 我的 松子 包饺子可是一个复杂的工程 姥姥亲自出版 好在鼓励的一个同事 也趁休息过来帮忙 尽管这样 夏克冉还是等不及了 哎呦 外面没的 我觉得 那个吃得不放心 前面跟你走的时候 我给他 把脚都包上 也不跟他都弄上 带你走 我 肚子饿了吗 请请 看起来 我把脚都包上 我说 脚都包上 。。。 还好 这前面 看到夏克兰吃得如此开心 姥姥姥爷十分高兴 带着满足和期待 他们又开始为夏克兰的第二顿辅食忙碌 你们今天给夏克兰饭了几顿饭 对 我今天今天都没有吃我的奶 你们来就糊涂 把我们的生活都给搞炒了 夏克兰今天没有吃过奶 还不吃 抓饭吃吗 吃就没事了 是吧 这是你第七斗饭 第六斗 我们一天吃几斗饭 我要就是你吃一斗 就是你吃一斗你给夏克兰吃 说夏克兰 吃的你都要断奶了吗 吃饭 你说 你说我要吃饭吃得好了 奶奶就带我回家了 回不如模式了 你真错了 夏克兰到哪我就到了 你要回去我也自知不及 夏克兰是新吃的 做几公斤 老爷的宏伟目标让鼓励很是无语 因为他觉得现在的夏克兰发育得刚刚好 他各项指标正常行 偏要吃成胖吃成我们俩这样 你不能让他像妈妈娘 妈妈现在也不行 像我弟娘一定要像我弟娘苗条 一定现在也胖 所以我们家都是胖子 最起码都有个瘦子夏克兰 只有苗条了是吧 不是让他长大再瘦 最正你从小就是胖子 那真不容易就不行 不会的 不会 你现在营养跟不上我给你讲 加米 他吃的时候也要吃的呢 那你说阿伯营养不良吗 他那么瘦 那营养也过剩了呢 他到现在 说夏克兰 他可能跟了他爸 别跟了我 跟他爸那样苗条 跟他爷爷 高个子 美女一米七 算夏克兰 小爸爷爷 妈妈 发生 关于夏克兰是否该增肥的问题 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可以想象 明天又是姥姥姥爷辛苦忙碌的一天 为了他们心爱的小外孙 两位老人累病快乐着 只是不知道 明天夏克兰会吃几顿饭 老爷又会吃上几顿饭 我们的人类 这个从几百万年 开始逐渐慢慢的延续 就 越来越父母也好 这个姥姥 隔背人 奶奶 还有其他的喂养人 都会非常非常重视孩子的这种喂养 所以染人的姥爷 姥姥很重视这个染人的这个喂养问题 其实是无可厚非的 染人的老爷一天喂这个很多很多的炖 那么妈妈来了以后 她就不吃母乳了 全球战略指出呢就是 母乳是零到六月婴儿的最佳食物 就是母乳的无论从它的成分 从它的这种对孩子的生长发育 以及对孩子的这个智力 对它的这个整体发育 特别是对这个母婴的有机的这种 机体的健康都是非常非常有重大的意义的 所以呢母乳喂养是非常重要的 六个月以后 开始添加腐蚀了 也就是需要给补充母乳以外的食物了 并不意味着母乳就不重要了 但是如果我们喂的这个补充食物 次数太多了 势必要影响乳量的摄入 所以呢还是要适当 一般一岁以后的宝宝呢 要是喂母乳的话 那就是可以喂两到三餐 就是添加腐蚀 那么也可以喂三到四次的母乳 当然了还是根据孩子的这个需求 来那个按时的哺乳 食物和乳量 它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比例 孩子呢才能健康的这个成长